中秋节就快到了 花莲市立幼儿园13号 特别针对大中小班 个别设计了体验活动 除了带领小朋友学习剥柚子 做月饼还有烤肉环节 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让大家都能认识到 中秋节的传统文化 13号的这一天 花莲市立幼儿园里头好热闹 除了有小朋友在剥柚子闯关 还有人在DIY制作月饼 志工家长更是当起专业考手 让学童们大饱口福 中秋节就快到了 这是花莲市立幼儿园13号 特别针对大中小班 个别设计的体验活动 而市长维嘉宴也到场 与孩子们欢度佳节 并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那这样的一个活动 借此就是告诉我们的孩子 那中秋节的一个由来 那我们将中秋节的一个典故 告诉我们所有孩子 那现场我们也准备了大班是我们的烤肉 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志工妈妈 那中班是我们的做月饼 那小班是吃柚子 那在这边也提醒了我们所有的孩子 烤肉的时候 务必还是要注意安全 那还有竹签 也记得不要拿着对着自己的眼睛 也不要对着其他人 那尽量也请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 在回家烤肉 过中秋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孩子 在烤肉的一个状况 怕会烫到 那可能逐签也会吃到 那在这里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中秋佳节愉快 中秋烤肉我们吃 茄子 而活动中 老师也为孩子们 带来后裔设日 与长额奔月的故事 用生动的演出 让孩子们从传统故事 认识中秋节的由来 希望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让大家都能认识到 中秋节的传统文化 记者 徐立琴 花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